Hello 大家好 很高興又高興在這裏又和大家見面 更加多謝你們收看 我們今天想分享採用手繩 就是想分享這個 因為之前我貼了這些相片 上去Facebook專頁 有些朋友也有興趣 想問一下這個織法是怎樣織的 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這個 好嗎 好 我們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今次就不用英文字了 我們今次想試一下用這些彩色珠珠 我們預先可以預備這些珠珠 一粒就原先這樣 我們就要用一條的橡筋把它穿過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要預備十粒 另外就兩個色的橡筋 和一個絲扣 就是這樣 好 我們開始 我們用這個編織器 首先也是這樣V型 這個V型這樣落的 落橡筋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落橡筋的織法 這個織法 跟我們剛剛之前的key holder的織法 很相似的 就是一樣都是簡易版 就容易處理到 我們一起開始 我們就落了橡筋 全行落了一隻色 先來吃 就是這樣 這裡的味道一樣都是這樣 V字收起來 這邊也是一樣 V字開頭 就是這樣 我們今次就想試一下 用鴛鴦色的橡筋 和用兩邊不同顏色的 加上一些彩色珠珠 就想做一些很色彩 很Rainbow的效果 就想搭配夏天的衣服 這樣就落了 顏色配搭 顏色配搭 又可以你們自己選擇 你不喜歡落珠珠的 或者買回英文字的 都可以的 好了 我們一開始 可以落粒珠 記住 由V字形 這個 這裏直行的第二粒 開始落珠珠 就是這裏 這個V字 這邊數上去 第二粒 這樣落 就是每個位置都是落一粒 就這樣套上去 而這些珠珠的橡筋 一會兒是不需要編織的 所以這個織法都會很簡單 就這樣落下 開頭預備了十粒珠珠 然後把珠珠的位置儘量放在中間 這樣 好了 還有這裏 我們要落鎖橡筋這個位置 也是這樣 拿一條橡筋 打八字 這樣和之前那些 這樣套著它 這樣套著就可以了 開始編織 又是把這個反轉 C字位向著自己 放在底 又是挑起這條 將最底的這條粉紅色 這樣套上去 全部整項也是這樣 又是編織每一個水滴形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又是挑起中間這粒珠珠位這粒橡筋 希望大家看到這粒 這條橡筋 又是挑起 將最底的那條粉紅色邊邊這個 這樣挑上去套著它 記得要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然後用來更多的橡筋 用來更多的橡筋 就這樣 大家看得清楚 這樣 就這樣 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都可以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就可以了 這個位置也是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都可以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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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起中間那條橡筋 就這樣 挑起中間那條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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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中間那條橡筋 這個粒 是最簡單的一種 是最簡單的 是最簡單的 我把它們把它們來扔出來 這條橡筋 是最簡單的 是最簡單的 這個那個 這個所以它們是最簡單的 我們會把它們來扔出來 是最簡單的 然後我們會把它們去除去 這個粒粒 那種的蛋糋 是最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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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尾的橡筋上去 譬如是土番茄的粉紅色 拉著 穿上去 這樣 然後就可以拔出來了 彩虹手繩已經成功了 譬如不夠長 在長度調校 將這裏薄長 通常我們一樣 譬如選鴛鴦色 通常五至六格 這樣就足夠了 然後將這個尾尾套下去 這樣套在這裡 調轉它 也是這樣拌上去 做回水滴的 水滴的位置 這樣 然後到尾尾這個位置 將 這裡已經可以移出來 將這個套在這裡 將這個尾尾套 然後搭配它 就這樣 拿那個尾尾套 扣 又要用這一個尾尾套 用這個尾尾尾套 把這個尾尾套 把手放進去 戴上去的手就會變成這樣 和這個就是這樣 是不是都很簡單呢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